香港继上周日的屯门反水货示威后 今天再有上百位民众响应网路号召 在沙田区内商场抗议太多的中国大陆民众 在商场内购物 要求港府取消一千多行 现场警民再次发生冲突 警员挥动的警棍还释放了胡椒喷雾 并逮捕多名示威民众